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分享一盘来自韩国棋手的对局 这盘棋是取材于韩国的维甲联赛 直黑棋是金明逊三段 直白棋呢是朴永逊九段 大家可以看一下大棋盘上 此时白棋的上一手棋在脚上脱了一手 在这样的一盘这盘棋之前这个下法是非常流行的 白棋拖一个要比直接点三三要更加的效率可以说追求更多一点 因为如果说点三三的话 黑棋有可能会选择把这个方向挡在外边 通常情况下在这盘棋之前 如果说下成这个局部的话 白棋拖黑棋是在里面长 然后就还原成了白棋点三三 然后黑棋挡在里面的这样一个进程 那当然黑棋吃三个 然后白棋活脚 这以后呢中间这一块棋 白棋需要去 需要有所防范 但是呢 还不用过早的去花手术把它补好 但是这盘棋之后呢 可以说由于黑棋的这个下法 而改变了这个局部 在此之前的这么一个 可以说是套路性的下法 那黑棋究竟是下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不知道这盘棋的这个黑棋是否 是因为对这个局部进行了一个大量的研究 所以才下出实战的这个下法 否则的话 如果在实战当中去 如果现想的话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并不是说在计算的层面上难 而是想要有这样的一种思维 或者说有这样的一种思路比较难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 黑棋既不是在这边退 也没有两班 而是拖先 把这个班持住 按理说白棋没在这边三个子这动手 其实已经是默认了 这三个子跑不掉了 黑棋为什么还要在这 再花一首旗而置脚上于不顾呢 其实黑棋的这个下法 就让我想起来 我们可能会有些时候会看这个动物世界 在这个动物它捕猎的时候 一定是非常的低调 一定是非常的沉着冷静 它更多的时候是先将自己隐藏起来 让你在不知不觉之中 然后再一击致命 那这盘棋其实黑棋 就是充分了运用到了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吃白棋 拔一个 此时白棋不知所取 还没有察觉到黑棋的意图 还心想 你既然这么保守 那么我也没必要跟你客气 在这个脚上再补一首 这也是作为白棋来讲是人之常情嘛 因为它没有洞察到黑棋的这个意图 所以我们说 有些时候就是吃一切长一智 但是你前提是你是要吃过这个亏 很多时候你我们都说 经验是如何累积的 其实你就是在这个不断的失败当中来总结 所以才能够达到一个 对很多奇形都是要属于心的状态 这都是用我们的话说 都是用血和泪来堆积而成 这番棋 白棋就是可以说用 实战来买了一个经验和教训 他这样白棋搬一个 黑棋呢 这一爬 注意看此时 这个捕猎者已经悄然的发起了他的这个进攻 这个爬是绝对的线手 否则的话 下一手其黑棋就一跳 白棋这个局部就不火了 所以 飞一个 来 这个时候呢 黑棋还是沉着冷静 屏住气 又补了一手 我想 下到这个时候 可能 白棋多少心里面会有点犯低估了 怎么黑棋 这盘棋似乎有点反常啊 如果说 在其他地方黑棋没有这个有所预谋的话 那黑棋的这个下法 完全不太符合实战的黑棋的这么一个水平吧 也就是 为什么会在这么一个明明白棋 已经放弃的这三个子的这样的一种局部 会接连的下两手棋 自补一个 那肯定是这个心里面 其实黑棋 葫芦里面就是 已经不知道 在捣鼓什么了 但是白棋 这个时候 我们也不知道 他是不是已经 了解到黑棋的意图了呢 或是说 丝毫没有察觉 而是 被这个幸福冲昏了头脑 接连能够在脚上连走两手 这个效率 对于白棋 最开始来说的话 肯定是没想到的 因为我们之前 黑棋的下法都是 查完了以后 让白棋就是二路去爬火 这样一个点三三火脚 这么一个长形 假设黑棋没有后来的这些种种的手段的话 那么这个下法 黑棋显然是不成立的 这等于是脚上白白的被对方啊 下成这么愉快的一个形状 其实这个时候 白棋当然如果事后的话 他收手还来得及 这个时候 这只脚上不走 黑棋也没有太多的这个 很严厉的这个后续 如果搬的话 他就打吃一下 比如说打了在乎 或者你打我就提掉 白棋总是能够可以 还有机会全身而退吧 可是这个时候啊 白棋继续吃上来 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下棋的时候 他绝对不是说 没有由来的你就会被对方 这样的一种 进行这个当头一击 或者说是下出一个 轻易的就被对方给击垮 如果说是在同样水平线上的棋手 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那最重要的就是 你有没有看穿对方的这个心思 有没有洞察到他的意图 那这样的实战 白棋吃一个 黑棋依然沉着冷静 屏住呼吸 他所有的这些造势的下法 其实都是为了 后续的这个在做铺垫 而刚才如果说白棋 还有这个退路可走的话 现在已经没有了 现在这个棋 白棋不可能脱险 否则被吃了 黑棋这样跳着吃 或者怎么样断了吃 都是非常大的 所以白棋跟着走 然后黑棋再一搬 这是从后面来看的话 黑棋这两手棋 几乎是没有什么必要的 但或许这就是 一种心情上 一种心理上的自我的安慰 就是他作为黑棋来讲 他需要去在这些进行进攻的时候 或者说在向对方发起这个致命一击之前 他需要做好一些铺垫 埋下一些伏笔 而让自己的这个心情上 能够更加的心安理得一点 这是我白棋先吃一下 我想此时的白棋 可能已经闻出了 已经嗅出了这个棋 苗头不对 但是来不及了 这四个子依然是非常大的 如果不走黑棋 它不是直接铺 它有可能直接断了以后 因为这个断丸 如果你要跑的话 它再从这铺进来 这个鞋还是带着响的 白棋没法接受 就算是已经发现了 黑棋的图谋不轨 此时也只能 闭着眼睛 把这个先沾上再说了 做了这么多的铺垫 打了这么多的伏笔 黑棋终于下出了 他这个期待已久的 这么一招 发一个 白棋 弧 这个时候我相信 如果说 把这个局部 黑棋如何杀白 出一道题目 出一道死货题给大家的话 那可能 有一定水平的棋友 都可以做得出来 那问题就是 当你把这个棋 作为实战的这个 过程来看的话 你很难会 把你的思想聚焦在 这么一个局部上 这也就是白棋 会被黑棋吃掉的 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那么这两手棋 在这个时候啊 充分发挥了 它的这个价值 现在其实黑棋也没有下 很妙的棋 而是简简单单的 一路小飞 白棋一看 大事不好 但是为时已晚 当然了 在这个局部 我们可以看一下 白棋它是可以 有最完抗的 这个 抵抗手段 就是 挡住 那在这个局部本身 如果黑棋要吃白的话 它 得爬一下 然后再一吃 这样白棋 顶住 是一个结果 但是现在呢 我们可以看出 黑棋之所以 在这走棋 它其实 也有一定的意义 就是 把白棋走中 如果说开截的话 它断上来 这里面 黑棋的截 才 无穷无尽 这也就是 白棋没办法 去跟黑棋开截的 一个主要的原因 那 我们回过头来再讲 那这两手棋 究竟有什么作用 如果说 没有这个紧住器的话 现在 白棋这一贴 黑棋爬是没用的 黑棋为什么没用呢 因为 这个棋 它是先手 它可以 比方说 断一个 这样 吃完了以后 白棋这儿 由子 再走的话 黑棋吃 它可以从这吃过来 也就是说 它可以 从后面 搂吃住 我们可以看一下吧 比方说 这样的一个形状 提掉 然后一作业 黑棋吃 白棋吃 黑棋提 白棋从这一吃 你粘住的话 在这一吃 这有先手 所以 这就不是打结的问题 而是白棋近火 但是现在呢 我们可以了解到 黑棋为什么当初 要在这儿放两手了 就是为了 这一小飞 做准备 因此白棋实战 也是 没有办法 断上来 不过要说的话 可以说 朴永逊的后半盘 应该还是 非常顽强的 所以 这块棋 即使被吃掉了 非常大的木树 但是最终 这个胜负 还是很细微 黑棋只赢了一幕半 不知道后面 是不是 黑棋有这个 心理优势意识 所以 棋会下的 稍微有点松缓 那 但是呢 可以说 这盘棋 整体的一个 核心 一个重点 就是在 右边 黑棋的这样一个杀招 走了一圈以后 白棋其实 就是想给黑棋 制造点 断点 制造点头绪 但是黑棋 尽快用自己的 这种方式 获先手 然后再 这边没有子 然后 再一爬 加补了一手 把这个原先 结活的可能性 变成了近吃 这样黑棋 最终呢 把这个白棋 整块棋吃掉了 非常大的一个 木树价值 所以黑棋的 这个下法 就像是我们刚才 最开始说的 就像是一位捕猎者 在 准确的 发现猎物之后 他设计了一套 能够去 捕杀猎物 最终是他这个 一击致命的下法 可以从这一 一般开始的 这一系列的下法 这个整体的构思 都是让我们 可以说是 叹为观止的 好的 观众朋友们 这盘棋 就为您介绍到这里了 各位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 棋丝妙想 我是王湘如 今天要给大家 介绍的这一盘棋呢 是来自我国 两大顶尖的 棋手的对局 直黑棋的一方 是陈瑶叶九段 白棋呢 是柯杰九段 这盘棋是在2016年的 烂科杯八强战中 这两位相遇了 值得一提的是 在前不久的一个阶段 也就是这盘棋是 2016年十月份下的 那在九月份的时候呢 这两位刚刚在这个 百灵杯决赛五番棋的首轮 刚下了第一盘棋 那在第一盘棋当中呢 柯杰是输了 在格勒 仅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这两位又在 烂科杯的八强战中相遇 也许呢 这二位此时的心情 都是非常的复杂 一方面呢 是想要为这个五番棋后面的四盘 再一次的进行这样的一种热身 同时呢 在八强战中相遇 也是再次的考验 这两位棋手的心态和实力的 这么一个准备情况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这盘棋的局部 此时的上一手棋 白棋刚刚在二路 搬一个 如果按照我们这 常规的思维的话 黑棋是会跟着硬 但是黑棋 如果说跟着走 挡住 白棋接上 然后呢 黑棋沾 大概 白棋后续会 继续加一个 那这个时候 黑棋 不知道这棋 要不要阻度 那如果说阻度的话 另一个后手 阻度肯定是不会 愿意走 形同是 单关 在这个阶段 如果要阻度 肯定是扳 但是 如果搬的话 黑棋也有不情愿的地方 他觉得被白棋 跳到这 对自己 上边的这个 空的 是有影响的 这或许是实战的 黑棋 他没在这边 继续走棋的原因 其实 我们都知道 柯杰的这个 棋风是 非常的灵活的 他最擅长的 就是在 你意想不到的地方 去 转换 去转身 但这盘棋 直黑的 陈耀叶呢 似乎 也有意 在 针对 对手 所以 在 白棋 搬的时候呢 黑棋 首先 想到的问题 就是 打破 白棋的意图 不让你 这么轻易的 就得逞 你想 让我先手 斑粘到 你把自己的脚上 走厚了 还 想继续 攻击我 不行 我要 换一种方式 去 来 处理自己的 这几个字 那这个时候呢 黑棋 没有 在上面走棋 转身 其实 高手 他们 在这样的 一些局部下 会 有这么灵活的 这种方式 来应对 一个呢 是 他们的思路 一直都是在 不停的变换 也就是我们 所说的 有大局观 因为你只有 站在一个 比较高的 高点上 你才能够 去 更好的去 动心 每一个局部 所以 另外一点 就是 他们对于 骑行来说 是非常敏感的 也就是说 这样的一个形状 我们经常看到 白棋 坚顶了以后 小飞 黑棋 会在这走 而通常情况下 白棋 要么就是跳 要么就是立 而实战呢 白棋 这个班 其实也是多少 在补这个问题 那当然了 白棋 你在上面走棋 很显然 你另外一边 就会 相对来说 要空虚一些 要薄弱一点 所以 黑棋要做的事情 它不是说 我在你强的地方 跟你强强对抗 那我没有任何的优势 但是呢 当你去想要走强 你的地方的时候 你自然会有 其他的地方 会让我有这个 可以趁虚而入的 这么一个局部 所以因此呢 黑棋 从这走 这也是为了 震完了之后 这个形状的一个 非常有力的 后续下法 就是靠过来 那当然 这步棋 靠一个 也是需要有一些 满足一些先决的 这个条件 需要满足的条件 其实还不少 黑棋 需要再考虑的问题 也很多 一个呢 就是这个白棋 搬 还有一个就是 顶 再者呢 就是搬这个 这三手棋 都是需要 黑棋去思考 如果说 其中有任何 一个下法 是黑棋不满意的 那么 黑棋可能 这个靠就 不能成立 所以其实我们 看到高手 他们下棋 其实需要去 计算的东西很多 那么我们先来看 这两个图 因为实战后来 白棋是顶的 首先我们先看反击 因为无论 在什么情况下 其实我们都是要追求 子力 子孝的最大化 所以 对于对方这种手段 我们需要培养自己的 这种思维方式 就是先看反击 成不成立 八一个 如果实战 白棋斑的话 黑棋大概 会从这 单加一手 单加一个 比 断上去 会 保留了更多 更丰富的味道 因为 白棋它不能粘 很显然 这个黑棋挤 是先手 它比如说 从这儿冲出来 白棋是不敢断的 所以如果加的话 白棋可能 只能从这儿抱吃 这样黑棋 再 退回来 假设可以下成这样 黑棋完全可以满意 因为它既把白棋的角控 破掉了很多 而且呢 这样的一个形状 以后立过来 包括这边 挤完了以后 黑棋的眼味 是很丰富 很有弹性的 白棋再想攻击 黑棋就很困难了 那么 这么看的话 白棋 不能搬出来 另外一个下法 二路搬 那这个棋呢 我们棋友们需要去 学习和了解一下 因为这个下法 非常的实用 就是 当你看完对方搬的时候 第一 不能退 你退的话 被它顶完了 如果你退的 下一步 还有可能被 白棋 如果说脾气不好 它马上就给你冲断了 那如果说你退这个 那也绝非是 黑棋 原先靠下来的本意 这样被白棋 这样被白棋一尝 黑棋反而啊 不但没有把自己的形状 借机走好 反而还加重了自己的包袱 这个图也是不可取的 所以 如果白棋斑的话 黑棋这个段 是连贯性的 一个下法 这样 如果白棋吃 黑棋就 上面一打 这个打一个 通常情况下 白棋都很难受 因为它需要去做一个 取舍 如果 接上的话 外边 还要再被打一下 这样黑棋就能够 充分的起到 整形的效果 那如果提的话 黑棋这一吃 也让白棋很难受 有的时候白棋 结菜有力 它可能会考虑 比如说这样打上来 当然黑棋 来者不拒 因为这个棋 它可以看清 这个结本身的 价值负担来说 白棋会更重一些 如果白棋只能 沾上的话 黑棋再尝 以后拐一个 还是先手 这可以尝出来 如此的话 黑棋 还是可以达到一个 成功整形的效果 这就是 白棋实战 它不愿意从这搬的 这么一个考虑吧 那白棋实战这个顶 这也是 一种反击的下法 因为白棋现在想从这走棋 想断掉黑棋 它有原因 就是因为 这边呢 好歹啊 双方都没走棋 但是它是具有 可以说是有一手棋价值的 因此白棋很想通过这个 断吃 把黑棋三个子吃掉 虽然这边让你转过去 但是白棋也有所得 且不论这个局部 最终是谁获利 但是呢 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 黑白双方之间的这种手段 这个过程当中 来更好的认识 这个局部的下法 所以其实 我们在说现在的 时下非常热点的 这么一个话题 这个人工智能 都在说 它的棋很厉害 它的胜率很高 它的招法很新颖 但是 当我们静下心来去思考 这些棋的问题的时候 其实更重要的是 我们在学习 新的东西时 你是否已经很好的领悟了 其本质上的 它的棋里 它的来龙去脉 比如说这个局部 如果说我们清楚了 靠一个以后 会产生的这些变化 你才能够很好的 运用这一靠 假设之前 你没有见过这一靠 假设这是一个新的棋 那么 你需要去学习 和掌握的东西 就是要好好地 弄清楚 它的这个来龙去脉 然后接下来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黑席 没有好的这种 后续手段的话 那被白席断掉 白席还是作战 很有力的一个结果 当然 现在黑席要搞清楚的 一件事情就是 鱼和熊掌 不可兼得 你不能说 被白席断了以后 你这边三个也要 右边 左边两个也要 这是不可能的 即使你最终 在这个 都做活了 都处理了 但是你可能 结果也并不好 所以 现在黑席 它做的取舍 就是 这边三个子 可以给你吃 但是呢 一定要让我有借用 有利可图 首先 黑席的下一步棋 非常厉害 如果这个时候 单粘的话 这边是后手 白席它是可以脱先的 因为你打吃 我粘上 你跑 我这一路贴过去 黑席杀器 是杀不过白席的 所以黑席 单加一个 在粘之前 这样白席 现在是不敢走 这个 如果 白席吃的话 黑席反洽吃 不能提 提了我这冲吃了 你粘住的话 黑席再一提 对于长 黑席就跳 这边你打吃 我可以接住 你虽然可以爬 通过长器 把我吃掉 但是 黑席 在这个过程当中 让白席 二路爬 跟自己交换几手 它已经可以满意了 它达到了一个 很好的 弃子的效果 所以实战呢 白席也非常的清楚 黑席的这个意图 就接住 这个大丈夫能屈能伸 我该忍的时候 我就忍 粘上 然后白席还是理 因为这个 这手席被度过的价值 是非常大的 接着黑席这一拆二 这手席拆二 也很有意思 按照这个 我们所说的 第二拆三 以此来类推的话 黑席应该拆得越远越好 可是现在并不一定 是要遵循这么一个 可以说是谚语吧 因为现在如果走这 白席他很有心情往这敞 以后呢 这边碰了连帆 诸如此类的这个 手段是很丰富的 他不怕你从这跑 但是现在他走在这以后 白席似乎就没有胆量 往这走 如果往这走 黑席比方说我从这跳出来 我这个子你打湿我就退 我下一手 这手棋还是很大的 所以 黑席在一定意义上的退让 白席也就算了 下成这样 是形成了一个 在这个局部来说 是一个比较新颖的变化 但是呢 在新颖当中呢 又带着一定的必然性 由此呢 也让我们欣赏到 职业高手 他们在局部处理方面 有非常灵活的思路 和非常灵活的手段 好的 企友们 这盘棋呢 就为您介绍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